那我们说 刚才说所有的 如果你需要精确匹配 加一个exact 事实上但是我们有时也会利用这种 这种不精确的匹配 来实现一些功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先把这个转存一下 03 no 那么把03的这个东西 考过来计创一下 保存然后把component打开 啊 把component 啊对是这 我们components 那么在这呢 我就简单一点操作 Ctrl C Ctrl V 好 那么在这呢 我们再做一个新的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那么在4里边呢 我们把2去掉 然后我们新写两个印 然后一会把它配置到这里面来 啊 我们写一个写一个什么样的印呢 啊 我们写两个这样的一个印 一个叫做item 一个叫做item list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在底下给一个具体的一个一个东西的时候 啊 比如说我们的Ul 我在我在这直接写吧 啊 我们还是保留 底下先不管啊 底下先不管 上面呢 我们还是先 先保留到这个地方 OK 比如这呢 比如我们新建一个路由叫item item 我们希望我们就是访问这个item的时候呢 他能把这一类的东西list的整个给我列出来 然后呢 如果我去访问某一个东西的id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给我出这个单项 item 这个component的先先删掉哈 一会我们再说这边怎么配 我们要利用一下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 比如说item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你要在 呃 淘宝来讲呢 item就是淘宝里面的每一件商品 有一个id叫淘宝id 那个叫itemid 那么也就是说 你拿一个唯一的id呢 你就能知道 哎 我这个这个整个这个淘宝项目里面 这个东西是什么样 但有的时候呢 我比如我不输入id 其实我不输入id的意思是啥 是我不知道id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id给我列出来 也就是说 当我发现一个 就是杠item本身的时候 他应该是把一个list整个给我给我出来 而如果是item杠有一个id的时候 那我拿这个id下去查 查完了以后 他是某一个item 把他的细节拿出来给我看 大家能理解吧 啊 我们这个再细写一下哈 就是杠item是 是列举 所有的 item 按照列表 那么如果是item id时呢 那么就是反 是展示 规定 id下的item item的什么 这个叫 就是详细 详情 那就是什么呢 我 uil这个pass 是杠item的时候呢 列举所有的item 把这个列表给出来 然后如果不是这个时候呢 那么他列举下id底下的item详情 好吧 那么底下呢 因为这几个 这几个这 这这这都是不变的哈 那么我们在这 这俩我就不管了 呃 配这 那这个就 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叫item 然后在这呢 那component怎么写 那我们会建 新建两个item出来 一个item呢 是 这个是item list的 对吧 后面这个叫item 就是要处置化 这么两个空间 那么好 那处置化 这两个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就 这就得改一下 这是4 这是4 这是 要拿到item from04的item list的 OK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啊 赢了 这该用的都有 然后这是赢了 然后路由配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item 该怎么写 这是刚才其他的page2 我给删了哈 好 然后我们来看item 那个item.js item这个这个项呢 其实来讲 首先先看item list吧 对 我们先把item list 再建出来 看一下引的 这个其实呢 应该都是小写 因为windows 无所谓打写小写 对吧 好 我们看item list的 item list的话呢 我们还是从这边 拿一个缺省的模板了 这样快一点 item list里边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名字改掉 这叫 item list 这个也是item list OK 就是说我拿一个item list exterm一个item list 然后super 然后这个地方呢 首先来讲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需要去 因为你底下一个item 底下有多少个 这个你需要去拉取这个数据 这在真实情况下 情况下 如果他给了你id 你拿着id 要下去查 这个后面有两个 后台的数据接口 这个后台的数据接口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我需要所有的item 你给我返回所有的item 如果我需要只是 其中一个item id的话 那你给我返回一个item 基于这个id 给出一些详细信息 那么OK 那么在这的话 那我们就得有一个state 来装它 对吧 你相信呢 没有这个state装 这个不成的 那么我们就给一个叫items的一个这么一个数据 好 然后呢 在这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要干嘛呢 首先在component Deed the mount 这个地方 我们正常在这儿要干一件事情 我们要去fetch 要去真的拿数据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在明天才学的 这个我们今天讲不了 所以在这儿呢 我就加一句 就叫做假装去拿数据 好 那么如果我们假装去拉取数据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还是按照这个样子 我们给一个async 给这么一个async 然后在这个里边 我们做什么呢 在这里边 我们其实就只干一件事情 就是第四点 set state 对 setstate 这么下去以后的话呢 在这里边 有一个 呃 大块 大块里边呢 我们要设定items 它应该是一个中号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放这么几项吧 就是反正我们只定义这里边 有id和name id e name name 帐3 id 2 name 第四 第三个呢 我们这是ID 3 Name 好校长 好 反正就是证明到 那完了以后呢 底下呢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地方要显示什么 要开始显示lease 就把它要写成lease的 知道吧 写成一个lease的样子 写成一个lease的样子 我在这呢 就这提示就别写 我是配置1了 这个提示呢 就 就写成itomlease的吧 然后在这底下我们要干嘛 对 我们要给出列表 我们给出列表以后 什么东西是适合列表的 ULLY对吧 好看 难看我们就不管了 反正就先这么放进去 ULLY ULLY底的话 它要怎么放 要把相应的这些东西全都 一行一行 斩进去 对吗 斩一个 然后它要 它有一个link出来 对吧 它 它有一个相应的link出来 这个link 然后 然后 然后能够让它整个那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里边我们要 我们要 要 要拿什么进来了 要import link对吗 from 得把它拿进来吧 因为我底下的时候要 因为我拉取的时候 整个相应的 这底下 这是三个 这东西 这是三个链接 这是三个link 我底下这得有link 对吧 OK 然后在这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 用这个map的写法 对吧 所以是 this.state.atoms.map 对吗 然后map里边是个什么东西 map里边是一个 箭头函数 首先有个itom 这个itom 其实就是它 对吗 每一个拿出来的itom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箭头函数 等于大于号 后面是 反 它直接return 所以直接返回一个括号 能理解吧 这其实相当于return 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在这里面 就直接写return的东西 就出来了 然后是link 不是 这里面是 它要放li 对 好 放了li了以后 里面是个link 对吧 link to 这里面to 这里面to 写什么 to 正常来讲 比如说它有几个的话 应该是 因为你下次再访问的时候 应该是id 对吧 所以你要把 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也就是说 你正常 你link 如果你这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它写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它写出来应该是 这样的 对吗 link to 等于 这什么东西 等于 杠 item 然后杠 id 对吧 id 比如要么是2 要么是3 要么是4 然后这后面是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 我们现在 而且是循环的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循环的感觉做出来 那我怎么把这个感觉 循环的感觉做出来 这是linkto 这个没有 对吧 然后是杠 item 杠 然后刚才加上什么东西 item.id 对吧 杠 link 这杠link完了以后 中间得给一个提示语 这个提示语 我建议你就用item.name来做 反正这个东西就有了 那么底下有同学问说 OK 那么这个有了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 这个 这个link有了 那么我们的root在哪 root在哪里啊 root在这了吧 那有些 有些同学可能会问啊 说哎 为什么link可以跑 在这个东西可以不在一个页里 这能用吗 有没有同学会想问这个问题 然后忍住了又没问 那么这个问题说一下 我们最早说过 在index.js里面 凡是在这底下的 凡是在这底下的 都可以用 也就是说 事实上来说 任何一个link 你只要点击了这个link 它里面的to的那个东西 就会变成相应的这个UIL 那个UIL 然后现在图上的所有显示的那些东西 那些页里面有的UIL 那么基于这个root进行过滤 也就是说这个root 在里边点完link以后 外边他也管用 开始的时候 你像如果他只有一个 你的UIL就是-item 那他只能显示这项 然后把利息给出来 但是如果你点了其中的某一项 这两项就都能出来 想一下为什么两项都能出来 因为我这儿没写exact 这儿写了 这儿没写 所以如果他这是UIL 变成item-2的时候 那么item是不是也应该还有 所以这个root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用写的